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原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言 让你与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原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现在这些季节很多时候人都会患上感冒 感冒药究竟是可不可以治 有些人说感冒药 治不好感冒 反而抑制了治愈反应 应该让疾病慢性化了 其实感冒是什么呢 相信个人都有机会经历过感冒 一个很常见的上呼吸系统的疾病 其实感冒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有一个简单的症状 通常在鼻歌 喉咙 肢气管的地方有些黏膜 一种发炎性的疾病的种称来的 上呼吸系统的黏膜的发炎 我们就叫做感冒 所谓感冒症后群 上呼吸系统的病毒感染 这种感冒和一般流行性感冒有点不同 英文就是流行性感冒 就是流行性感冒 比较严重一点 是整体性一点 感冒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人选择其实是伤风 就属于伤风感冒一样 感冒通常感冒就会和一些人疲惫 或者是寒冷的压力刺激有关的 有头痛、轻微的发烧、不舒服 上呼系统发炎、鼻炎 各种各种国民的症状 都有时都会出现所谓的胃肠功能障碍 出现的 通常来说 如果不会有加上的二次感染 休息一下通常都舒缓很多 简单来说 感冒就是病毒 或者病原体引起的代表性的 传染性的疾病 这些病原体的一针席 身体的免疫细胞 遇到这些病毒 就会发出一些活性的氧 这个我们白血球的细胞 活性氧 去攻击它 活性氧是一种火炎发射器 一种喷火器 用强烈的氧化作用 消死这些病毒 当然这些火炎会攻击一部分的 同时会攻击一部分的身体的自身组织 因此就会令到身体出现一种红 肿热痛的症状 这些所谓的炎症 其实这些症状 都是因为身体以免疫反应的自然 伏修的表现 免疫反应进行的时候 感冒后就有两三日 身体就会生出一些抗体 帮助对付病原菌 病毒这些抗原 抗体和抗原结合之后 抗原病毒就会排出体外 所以一般的感冒 病原体在几天里面 都会被免疫能力殲滅 所以一般来说感冒 休息几天就会舒缓很多 就算我们经历那些症状 只不过暂时性 过眼云烟 问题就是 我们是不应该阻止 这些所谓的 发炎的 所谓治愈的反应 一般来说 在市面上很多感冒药 亦有很多很多广告 关于感冒药 其实感冒药 是完全没办法治好感冒的 如果在法律上 如果那些广告平面 出现能够治好感冒的标语 其实是一种 违法的不当的标示 因为我实际上没有药是治疗感冒的 但是我们经常都在电视广告 药盒和广告的标板 经常都看到有些症状 他只能够说是舒缓 和感冒各种的症状 舒缓的 当你感觉这些症状的 舒缓的时候 通常就说 感冒了 要快去吃点药 医好它 但是大部分人被调查 发现 80%的人都说 当他遇到这些感冒症状 就会买这些使命的吃药 很多人都不断地做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只有80%都会 也有20%的人说他不会吃药 因为他明白了 感冒是一种治愈的过程 是不应该拿药去打压的 但也有70%的人 因为感冒去看医生 当然医生去到之后 做什么呢 就会给你一些感冒药 虽然医学上已经知道 感冒药是没有办法医好任何的感冒 但是75%到80%的人 都用医生的 就是依赖医生 选择这些感冒药 所以这么说 一般人对药物的信仰 是难以根据 因为大部分都是被教育上 传媒、政府、药厂那些分途了 就觉得有病就要看医生 你自己不敢买成药的 就去由医生配 现在有一个教育 病其实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 是开始产生的现象 就是所谓的病症 发热、肿、疼、流鼻水 其实都是一个身体企图 是康复的过程 所以这些应该是叫做治愈的反应 就不应该是当一种病症 所以是不能够去阻止治愈的反应 因为感冒的各种的症状 其实身体正在和病原体 是在打仗的 是企图恢复正常的治愈的反应 和缓和的各种症状 所以你只会阻挡感冒的治愈反应 任何这些治疗 感冒日其实会令到病情加重 慢慢将而慢性化 本来很快清醒的病 因为用药物的毒性阻止这些症状 其实都妨碍了感冒的真正复原 令病情更加停滞 拉长病情 本来可能急性疾病的感冒 慢慢变成慢性 慢慢变成慢性脂气管炎 慢性鼻痘炎 慢性头痛 慢性吸收肺炎 就是这些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情况 在药物疗法 我们叫做对抗性治疗 其实基本上只是抑制症状的对症疗法 就是对症下药 就是对表症来落药 其实是与治疗的逆向而行 一种逆症的疗法 相反 跟身体治疗的需要是相反 其中它的典型的矛盾 你看看感冒药 你可以知道 感冒的各种象征 其实有它的意思 第一 喉咙痛 那代表什么呢 喉咙需要休息 是吧 休息休息 就是不要说那么多 不要做那么多 就是让它休息一下 流鼻水 流鼻涕 排出病毒 是吧 第一件事 将它清洗出去 鼻塞 当然 因为鼻水多 鼻涕多 就自然会失愈 不要那么暢顺 头痛 暗示身体 就说 不要动 先睡觉 你的身体告诉你 好听了 那怕胃寒 那就是很明白 身体要保暖 要好地休息 打喷嚏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病毒 寂图大量用空气 爆它出来 喷它出来 身体疲倦 身体需要好好睡觉 对不对 身体就是 简体要做些什么 咳嗽 和打喷嚏 一样而已 寂图将那些 骗髒的东西 推它出来 有些时候 就关切痛 更加了 不要动了 好地休息一下 发烧其实目的 就是活化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我知道发烧到103度 我们白血球的吞着 即是消灭病毒的能力是最强的 所以身体 当然用发烧是加强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的 有痰和咳嗽这些 一种就是将那些骗髒的东西 清洗出去一样 腾出去一样 所以这么说 如果你明白 如果你用这些感冒药 来抑制这些症状 其实会拖慢感冒复原 这个很简单 深刻都应该明白了 但是在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电视广告 帮消费者拼命 这么洗脑 那些人一听到 就以为能够医好感冒 其实如果这些广告 真的写得这么白 其实是违反《药视法》的条例 但是当然它很狡猾 它就不会直接地说 它就说一些症状 它就跟着说 就发挥出去医好感冒 其实它没有直接说什么 同时它就没有 在一种感觉上 其实这些药物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其实很多这些症状 那个舒缓的后果 不单止会拉长感冒过程 这些舒缓令它舒服一些 其实是港身体对感冒药的一种反应 尤其是中毒性成分的毒作用 引起生理反应 所有药物都是毒物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有药物都是毒物 最近的药物其实有些非常有效 但是当药物的主要作用很强 药物的作用一定都不会太弱 你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位日本的药理学教授 田川 他可能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当然这位药理学教授 他前天在书上讲过 他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治疗感冒的药物 所以我通常看到是使用综合这种文字 蒙混过去的复合药物 以为我们可以改善感冒的症状 其实是一个陷阱 其实是综合感冒药 什么叫综合感冒药 其中有一个药的成分叫Sulfpirin 是一种经常见到的感冒药的成分 其实属于一种解毒震痛剂的一种 即是它是解热 即是是退消、减热 以及是止痛的 1960年代是当时流行的 这种药物是一种 是用Ampul的形式发售 没多久用了很多人之后 发现很多人是突然死亡的 原来Pyre这种成分的药 是会导致过度性幽黑死亡 即是感冒药 可能有一部分病患者身体的状况 对于这个药物有过敏性的药物 突然之间就死亡 是比林的药物 这位田村人这个药理学教授 他说如果用这些比林的药物 大量投语和濫用 会造成伴随的血管抗张 血管异常现象 血管抗张会导致全身性的血压跌 当然脑部血液流量减少 当然会意识不清 肢气管的微肤血管 也通透性增加 令至血管的浮肿 呼吸困难 全身血流量减少 而可以带来身体发难 这种症状 还有肝脏分解药物 和肾脏排泄药物的功能下降 令到休克症状 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你看到当时很多人会死 就是这种Pyrene 这种药物的成分 这个Sulf-Pyrene 其实是一种解热震痛药 会造成胃肠功能的障碍 骨髓功能的障碍 是否生机坏死很大的副作用 如果将这些药物 给一些内藏虚弱的人 比如老人家或者孕婦 是相当之危险的 另外其中有些成分 不是一种药物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组合 其中一个抗组织胺的成分 这个会损害神经 皮肤和消化气管 而另一种叫做Matthew Findren 这种成分 其实它有抑制消化气管的活动 失眠、缓云等精神伤害的副作用 田村药合教授说出 如果服用这些复合的药物 由于多种药物成分的交互作用 会使用副作用更加强烈 所以多种药物的拼合 就会带来很可怕的伤成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 你买在市面的药物 所谓的感冒药 其实不是一个成分 它有几样东西合作用 好了 在这麽多感冒药的特异副作用 其中有一个叫做 雷氏症候群 Rye syndrome 这个雷氏症候群 是1963年 澳洲有位病理学 雷医博士是发明的 Dr. Rye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 新型肾养仔的疾病 最后研究发现 这种疾病 是发生于和水羊酸制剂的解热剂有关 水羊酸大家知道 亚氏不宁 就是退消药 它的特征就是 当一个病者有感冒或者水痘 如果用这类药物之后 症状会暂时舒缓 然后突然之间 开始嘔吐 亢奋 亢奋的躁动 出现大喊大喊大喊 丢掉药物之后 然后丢失的意识 在短时间会死亡 这个感冒药的副作用 尤其是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种感冒药里面 有些叫做 退消药 水羊丝 亚氏不宁 这些应常 因为感冒药 就经常有这些解热剂的成分 这些水羊酸 其实亚氏不宁 最后研究了 原来亚氏不宁 水羊酸这些解热剂 就是退消药 和类似症香港人的因果 美国食物局长 对全国医生和国民发出的 警告了 如果将亚氏不宁 这些解热药 用在水痘和流感的治疗 很容易就组出这些 雷氏症候群 于是乎 这种药在美国婴儿身上 开始减少 雷氏症候群 已经相对减少 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这个关系之后 你会发现 很多亚氏不宁 这些退消药 有个标签的 对肾文仔 那些所谓的水痘 病毒性 伤口感冒 是不可以用的 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这些类似性候群的 宋氏症候群死亡 就减少了 因为是没有再用 用这些方法 当时就说 微满两岁的宋氏症候群 千万不要用 但是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成分 最后就说 对未满六岁的宋氏症候群 柔证局局长的女儿 十六岁 都是吃了这些 亚氏不宁的 这些退消药 接着死亡 所以不单止是婴儿 六岁 其实很多年轻的青少年 其实都是不应该用 说实际上 所有药物都不应该用 都不应该用 除了他曾经说 这些很严重的症状 很多时候那些人 就会吃了感冒肉之后 就会发现 排尿有些障碍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副作用 为什么呢 你要看到它里面的治疗 流鼻水 这些抗组织肝的药物 这种成分 具有抗胆碱的作用 会抑制膀胱的收缩 令到尿液是难以排出 引起这些尿滞流的感觉 和尿频这些感觉 所以解释给你听 其实很多很多药 年纪大的人 这些排尿的障碍 其实很多时候 是因为他吃的那些药 的副作用 如果你有前置腺肥大 排尿更加困难 一般 或者以为病情恶化 增加肥 会多吃一些处理前置腺肥大 药物 那这样呢 就再 令到那个药 还要再掌心 前置腺肥大药的副作用 那 还有呢 除了这些抗胆碱的作用 药物会令到我们出现那些 排尿妨碍的问题 那除了感冒之外呢 还有一些是抗抑屈剂 精神病的药物 以及巴根士的药物 心律不整的药物 很多药物都有这些问题 所以呢 选择这些这样的 没有了解这个问题 而立刻用一些所谓 排尿漿的药物的话 那就一直是直达 药池的地獄 就是你会越陷越深 就不去反省一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的 那当然呢 在治疗的感冒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节目 讲过很多很多集的 包括那些食疗的方法 比如民间用一些生姜 大蒜 葱 就是用一些 煲点葱水喝 那当然呢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里面 也都讲过很多很多 这些方面的治疗的疗剂 好 那我们呢 这一节的时间就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回来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 就别吃感冒药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产品呢 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 家里呢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 第二节原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 今天的题目就是 别吃感冒药 如今生涯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听到一些 patients 或者一些人说 就是说 原先的感冒都好像 没什么 刚才我都说过 其实休息一下就是了 就会好回了 那他们反而就是说 吃了感冒药之后呢 还更加变得更加严重的哦 是啊 刚才都一直都和大家 分享这些 这本书所说的 很好的资料 其中有位叫安保博士 以前都说过了 他说 一般人以为 可以自治感冒的药 其实呢 买了感冒药服用了之后 感冒会令到感冒更加恶化的 如果你还吃完 一些是综合性的感冒药 即是几种加起来 是更加问题了 其实呢 消炎阵痛剂 这些感冒药 全部都是一种 交感神经刺激的药 来的 在笼巴球粉战的 当下呢 服用这些消炎阵定剂呢 当然会削减笼巴球的战力 令到感冒停滞不前 所以千万不要再用这些 还有acetomenofin 这类的解热剂呢 这类的解热剂呢 acetomenofin 很多是退消药来的 散泥痛啊 这些很多人都惯用了 那这个会令到身体的果粒球呢 这种白血球的一类呢 就增加 那可能呢 会令到那个化农性的病症 是更加更加严重的了 好了 那 你看一下 看一下一般的药品的方单 是 那个information 那个sheets那里呢 那他会说 就是有这些效果 就是啊 这药有这些效果 那他什么效果呢 舒缓各种感冒的症状 比如鼻塞啦 流鼻水啦 打喷嚏啦 发烧啦 头痛啦 怕冻啦 咳嗽啦 痰啦 喉咙痛啦 关节痛啦 肌肉痛啦 但这些症状呢 其实身体是一种自愈中的 自愈的反应来的嘛 那所以你所谓的缓和呢 其实是阻止的 阻止这些症状呢 其实等于呢 是防外了原本感冒的 痊愈的过程的 记住记住这一点 是 其实这些症状出现呢 就应该感激身体呢 哎呀 刚刚就康复感了 要好地休息 那样的 那通常呢 是两三天里面都会服完的 你睡一觉 喝多点水啊 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啊 让胃啊 长胃休息一下呢 那就会更加好的 但是如果你多 用一些感冒药去按它呢 抑制这些的治愈反应呢 感冒呢 就会更加难好的 好了 那 再看看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 这些 这些所谓的 副作用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是非常之严重 我最近呢 也都有一位病人呢 是告诉我 他曾经是遇到这些的 那 副作用呢 这些药的副作用 感冒药的副作用呢 它副作用呢 它副作用是包括什么 头运头痛 哈哈哈 用来医治感冒头痛的药呢 原来也都会造成头痛 是 本没倒置的 是 是 总有副作用呢 噩心 嘔吐 食肉不振 噩心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代表呢 是健康症状 会愈化惡化 所以出现这个呢 就是身体更加都不舒服呢 嗯 好了 总有副作用是出疹 发红 发痕 那就是皮肤呢 对那个感冒药的毒性 易密 出出的排斥的反应 那第三就是排尿困难 面部发红 身体就抵抗感冒药的毒性的成分 嗯 那还有呢 有些幽黑 这种这样 关乎性命的副作用 那幽黑 你知道呢 就出现了突然之间的沉下疹 浮肿 凶悶 跟着呢 面色苍白 雙脚冰冷 没有冷汗 没有呼吸困难 其实这些就是药物的急性过敏 就是全身性过敏反应的 可能会出死的 有些人就因之而死亡 好了 现在讲的就是很有趣的 这个我最近有个病人 都聚述给我听的 有一种叫做 史提芬强心症候群 Stevenson Johnson syndrome 这个呢 是有很严重的发高烧 皮肤出现浮肿 和幽疹的红斑 譬如像烧箱这样的 好像前臂那么大的 一环一环的红斑 全身皮肤和口肯黏膜 眼睫膜等 出现强烈的皮肤刺激症状 皮肤坏死灰难 简直好像恐怖电视里面的 触目惊心的 那SJS呢 别名叫做 皮肤黏膜眼症候群 即是影响皮肤黏膜 整个眼睛 恶化程度呢 其实就说是 毒性表皮坏死症 皮肤会溶解潰难 那 安保博士警觉 他说这些化农性的原种 是更加恶化的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Acetomenofin 这个就是 那个 退消药 那这些就是 亦都是很多感冒药的 主要成分 那 可以看到了 那其实就是因为 这些退消药的副作用 那 那还有呢 就是肝功能障碍 那当然 那个感觉就是全身无力啦 皮肤和眼睛发黄 黄胆 是 好了 还没指下 这些还有呢 这些感冒药呢 还有呢 还有罗患那个肺炎的危险喔 嗯 那叫做间质性的肺炎 就是interstitial 的那个 的那种 吃多感冒药呢 会罗患肺炎 有一种搞笑的呢 就是有些人说呢 是不要用感冒时间拖 那么长 变成肺炎 所以去吃那些感冒药的 那 10元仔吊吞的 那么人家做法梦都发不到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引发肺炎的危险的 那方达写到明的 他说 伴随肝咳 就是无痰 或者痰量小的咳 呢 会出现到 呼吸筋难 发烧的症状的 那这个 是不是让 就是令到感冒 其实更加严重啦 那这些症状呢 都是 难和那个 感冒症状分别到的 譬如肝咳 发烧等的症状 加剧呢 就应该停止服用 并接受 医生的治疗 那么你想一下 就是 如果你吃这些综合感冒药 而 人家告诉你 如果你有咳 发烧加剧呢 就停止用去看医生 那样 可以说莫名其妙 是 但是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他有咳 发烧去看医生 因为有这些问题才会去看医生 吃感冒药 所以这个状态之后呢 就叫你停止 一般人根本分不出 到底发生什么事 气喘 一个是呼吸困难的表现 这些 那个地中引化 就是这些综合性的感冒药 是气喘的导火线来的 便秘 OK 感冒药会造成便秘 很难相信 那副作用警告呢 是写得很清很楚的 嗯 还有啦 口干 泄醋 異常的反应 也都写到 如果症状持续恶化呢 应该停止 立即 那个咳嗣咽伸 或者药剂 那 就是 很多人都会感觉自己 喉咙肝 或者口渴 以为很正常 没有人会想到 原来这些 喉咙肝 因为吃了药 因为药是重大的副作用 好了 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了 就是另外一种感冒药里面 最严重的呢 当然就是 就是那个 史提芬强生症状群 就是所谓的皮肤症状 烂了 溃烂了 OK 其中呢 有一个 有很多时候呢 就在最近的报道呢 他在两年半之间呢 有出现了131宗死亡的报告 死亡的 嗯 那么有些是1500个案例呢 是重症失明 也都具体报告 那个副作用的报告医生呢 一百个人里面呢 是不到一个的 那么 尤其推测呢 其实呢 这个SJS的牺牲 在近近两年半呢 其实超过了一万三千人 哇 即是你说一百个有一个嘛 是 其实几乎一万三千个 是非常之可怕的数字 真的很可怕 好了 1997年呢 就在洪本发生过一名 是三十几岁的家庭主婦 因为吃了一粒感冒药 叫Pamblon的感冒药 就是一个月左右呢 是痛苦地夺去性命 所以呢 你看吃过一粒 就熬熬熬熬熬熬了 一个月之后呢 根本的命都没有了 嗯嗯嗯嗯 那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呢 其实我们的感冒呢 是超休息三两晚就会好啦 为什么要没那么大的风险去吃药呢 是简直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我们的人呢 那当然啦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不断地被人 灌输一些错误的讯息 是 以为这些 这些药物呢 可以令我们身体健康起来 其实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得些什么呢 嗯嗯 是 亦都没有家人吃这些感冒药 是 亦都没有家人吃这些感冒药 是 自己呢 是 做一些譬如葱啊 或者生姜 吃一些 这些肝莓的茶呢 令身体出汗呢 再休息 那就好了 记不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呢 通常呢 感冒起来呢 第一件事我就会去 去焗皮咯 是不是 焗到出汗咯 你加上喝些姜水啊 或者浸热水肉啊 那样 那当然啦 我有很多的 好好的 同类疗法的疗剂 那这些是我们过去节目呢 是跟大家呢 是分享过很多很多次的了 那大家可以有机会呢 就回去呢 就好好的听回 这几次的节目啦 是 因为我简简单单的 很多时候 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感冒的时候呢 其实呢 也都可以很简单单 给我们的身体呢 休息两三日啊 多些喝水啊 那些东西 那样就可以呢 很快速地康复 但是又就因为是 不断地被那个市场上面 去药厂啊 那些东西 洗脑呢 令到那些人觉得呢 连这两三日都想快些 就去找些感冒 但是最终来说呢 就越吃就越差 越吃就越严重 搞出一些那么多恐怖的症状啊 甚至乎呢 是因为这个吃了感冒药 而死亡的个案呢 也都不少的 好 那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让我们再了解多些呢 那个感冒药是真的不可以吃的 今天我们的事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个电话 和袁医生换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 就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s.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去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的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